2020年高考将于7月7日起目 为了减少往返通勤 交通拥堵等潜在风险 不少考生和家长选择提前在考场附近预定酒店 疫情防控的背景下 北京热门地区的高考房是否还一方难求 酒店在防疫方面采取了哪些举措 近日 记者走访北京高考考点附近酒店了解相关情况 记者走访一考点附近三家不同档位的酒店发现 高考期间房源普遍较为充足 三家酒店均有不同方形可选 一间大床房的价格从200多元到600多元不等 部分酒店在6号到10号期间内的房价 较平时有所调高 但未出现往年一房难求的情况 有几个来住的 但是也没关系 挺多的 大床跟标将 标将是236 大床是216 商务客源比较多 就在高考的时候 可能的话就是挤不出那部分高考房 现在的话一定移行 这只真的是高考上了 这时候朋友特别少 据同城旅行相关负责人介绍 从大数据上看 自6月起部分考点周边的酒店搜索量就逐渐增长 距离考点近 安静的环境依旧是预定高考房用户的主要诉求 但与往年不同的是 今年卫生防疫上的安全成为用户订房的新关键词 一位工作人员也向记者介绍了自家酒店的防疫举措 咱们家疫情是房间里每天消毒两次 然后所有公共区域每两个小时消毒一次 所有记录都有可查询 咱们的空调是新换的 就从那个物业给的中央空调咱们都换成独立的了 一个是近 大家这个对高考期间交通的这个考量还是比较多的 所以呢高考考点周边两公里范围的酒店需求量相对来讲更为旺盛一点 第二来讲是那个安全 今年因为疫情的影响 大家对这个酒店的这个安全卫生条件 还是一个比较关注的核心因素之一 再就是安静 大家希望选一些远离这个道路 相对来讲比较安静 安心的这个环境能让孩子休息好 考个好成绩 这三个词吧 基本上是我们看到的这个高考房的主要的这个诉求 白志伟表示 房客对品质及安全安心的诉求 使星级酒店成为今年高考房的热门预定类型 数量是肯定是比去年是有是有增长的 是有增长的 从趋势来看 我们也是看全国的非一线城市增速明显快于一线城市的增速 大家对这个出息品质安静安心的这个需求 增长比较明显 所以大家对高端 特别是四星级以上 或者是精品酒店的预定习请相对比较多一点 据官方数据显示 今年高考报名人数为1071万人 较去年增长40万人 相对比较多一点 除了付国安心的诚惯 tit了解兰 ord 杨 dummy 臼宫 第二道